阿里山 快货车厢是389万 到嘉宜旅行阿里山是重点之一 若要上山我最推荐搭乘林业铁路 这次我们从海拔30亿公尺的北门车站出发 北门车站往坡 周周平早安快递临北门车站 顺着蜿蜒的铁道前进临铁本县目前的行驶终点 海拔1534公尺的十字路站 取喝一杯回乡游子的手冲浪漫 我准备了姜母茶给大家可以先喝一点 为什么叫明星咖啡阿 因为我写的这个咖啡是 遇待松丰铭被飞至赫星 那松丰铭是出自路语茶巾 那代表热水滚的意思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等热水滚泡咖啡给客人喝 那明跟星的英文偏语字母第一个是M跟X 我的英文名字叫MAX 我就把它设计成Logo 一个M加X加COVID的C跟一个马克杯 上面一颗豆子带了就是一个咖啡 2017年巴巴封灾后的铃铁本县修复开通制式自路站 MAX的妈妈便开始在家门口摆桌卖菜 我是2018年11月1号那天回来的 原本早期是在上海工作 后来回来是在台北做一些室内设计 结束之后就回家来陪我妈 那时候我就回来帮我妈卖菜 然后我就亏她 你摆张桌子就在卖菜 我摆张桌子也可以在卖咖啡 就像一张桌子在外面 就像卖 然后卖了大概八个月之后 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回来 然后才把这原本是一家客厅 就整理成咖啡厅 虽然当初有点办完票性质 但MAX店内使用的咖啡豆可一点都不马虎 我这边的话也是帮阿里山很多咖啡庄园做推广 那有一些小庄园它本身品质不错 但没有什么资源 对外去行销跟推广 那我是希望去帮忙介绍帮忙推 所以我每个月都换一间不同的咖啡庄园 那只是说我会亲自跑过喝过OK我才会拿回来 那比较特别的在于说像我这边咖啡庄园 他们的豆子包装我都会留着 就是他们自己上面什么联络方式电话什么 我是希望说大家也可以有机会 就亲自跑一跑阿里山很多庄园 其实他们品质是相当不错 除了咖啡店内也提供了充满妈妈味的 麻油鸡面线套餐 让上山的旅人暖胃 吃饱喝足 我们请MAX带我们到周边走走 十字村里面的十字呢 就在我们现在所脚下踩的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呢上通阿里山 下通嘉义 前东达邦特富野 后通来吉 因为天雨MAX 简单的带我们往前到三连坑 途中经过一根猴王终结着电线杆 竟是当地猴子们的攻击目标 整圈阿里山香断电 这个我相信 再把它吐下来 然后吐下来呢 我们提一下大概二三十公斤 非常的重 我们判断应该是猴王 对而且你知道猴子还会记仇 有没有看这个电线也有点歪歪的 他们之前看到猴子在上面拿石头丢 在电线杆 19号隧道长度一百二十五公尺 很直 看得到出口 所以基本上走起来 不太会有所谓的 幽闭恐惧或者不舒服的问题 那我们这里十字村多林呢 自古以来就是水源丰沛的地方 所以以前蒸汽火车它的动力需要水来燃烧作为蒸汽 所以呢它在这边会进行补水 那我们这边水比较荒沛 所以很多山上的一些村落 它们的水都会从我们这边用管子接回去 对 好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跟着Max穿过隧道 风景跟着昏然开朗 除了听故事 大家也留下许多美照 带着回忆等待与好友分享 下次来阿里山 不妨来这里品一杯咖啡 听Max讲故事 除了咖啡 中年云雾缭绕的阿里山 因气候湿冷 日夜温差大 也让这里成为台湾知名的高山茶产区 这次我们来到海拔1300公尺左右的林圆至茶品名 这条101个阶梯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浪漫阶梯 为什么叫浪漫阶梯 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 对 除了有漂亮的风景 101这个数字也是大有学问 以前的那个房子 那些都是站在浪漫 你会想到 你会感觉 为什么他这个阶梯就明明 这浪漫就能够了 是怎样做得这么小的浪漫 就是站在浪漫 那是好的那个数字 就是浪漫的浪漫 一定要停在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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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退 对 人就是要进步 就是要进 就是要进 好 时机而上 来到这次品名的古厕茶席 云雾缭绕的茶园风光 景色优美 品起茶来也更诗情画意 品完茶还可到茶园周遭逛 拍拍照 为这难得的体验留下满满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